美食台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高娃 料理爱好者 大家都说白菜不如白菜 今天我就用常见又实惠的大白菜 为大家带来一道蒸菜 清爽可口 有菜有肉 全家老少都喜欢 可以尽量选择我手里这样的白菜 首先它的叶片比较大 又是散开来的 待会儿包肉馅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了 我们将洗好的白菜切一下 大概在白菜三分之一的地方 去除它的根部 我们将处理好的白菜叶放在旁边 一般我们在肉馅里混合的白菜根部 大概有这样的四片就差不多了 太多了就会比较水 我们在里面撒一点盐 让它出一点水 这样待会儿和猪肉馅搅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味道就比较爽口了 这样抓匀 接下来我们开始切香菇 我们切成丁的香菇最好再碾碎一点 这样口感比较细腻 这个肉馅我们今天选的呢 是一个大概肥瘦是2比8的这个前夹肉 我们将刚刚这个加过盐的白菜呢 搓干水分 放到肉馅里面 再加入香菇丁 然后我们给肉馅加点调料 首先呢 我们加一点盐 胡椒粉 加点料酒 来去除肉的腥味 生抽 最后呢 我们加点葱花 把这个肉馅搅拌均匀 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白菜叶子焯水 废水里面加点油 让烫出来的白菜才会更亮 这个白菜稍微烫软一点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试试 用筷子啊 在白菜根这个地方 可以稍微轻轻地弯起一个弧度 这样就可以捞出来了 好 下面呀 我们就可以来准备包肉馅了 我们把白菜叶子平铺在砧板上 然后呢 加一点肉馅 我们把两边先折过来 白菜是有一个弧度的 顺着它自然的方向 卷起白菜叶子 现在蒸锅已经开始上气了 我们来放入白菜卷 盖上盖子 我们用中小火 大概蒸十分钟就好了 蒸好的白菜卷我们趁热 淋上一点蒸鱼齿油 撒一点蒜末和红椒圈 淋上一勺热油 这样一道色泽油亮 又十分爽口的 肉酿白菜卷就做好了 再发芽 来看 也好看 我们下期待